好 持续带来关心的是桃园医院的群聚感染 还在不断的扩散 现在全院都被列是红区 扩大了居家隔离的范围 不过包含医院里面的清洁人员 保全或是药厂业务代表 还有物流人员 这四类人全部都没有列入隔离的防火墙 现在感染科医师就认为 这应该要增加 这四大列的人员都必须要在里面监测 才不会因此造成防疫破口 桃园医院全院列为红区 门诊急诊住院病人健保卡都有注记 但却有四大类的人包含清洁人员 保全 药厂业务跟物流人员等都没被匡列 尤其清洁人员保全都是正常上下班的 让感染科医生担心恐怕会成为防疫破口 有些时候这个人在这个环境 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 可是那刚好就碰到这个环境里面的病毒 感染自己 指挥中心表示全院员工包含外包清洁人员 保全都有健保卡注记 但是药厂业务物流人员等 并非桃园医院员工 因此健保卡确实没注记 但强调医院采取十连制 进出名单都在控管中 至于位在十一楼的护理之家 因为踩独立电梯 九十九名员工一踩阴后不二踩 专家也认为要更严谨 由于塞尔此期 和平医院就是因为一位洗衣工成为破口 使得防疫严谨程度被外界放大检视 医生也建议因为桃园医院 匡列人太多 建议有到桃医的人 不管是何种职业 有无被匡列 都应该自主健康管理 一有身体不适应该通报 协助补起这个破口 华时新闻 新闻黄瑞玲台北报导